其實都可以大致的推算出 那一區的人大概是 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然後如果有管理員或者是 有遇到鄰居本人的話也可以 看一下房東跟那些人是怎麼樣互動 哈囉大家好我是恰拉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主題是 租屋心得分享 就是因為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對於拍片來說有一點太小 就每次我要拍東西的時候都要 喬來喬去有點麻煩 所以大概從半年前開始 我就有想要搬家的念頭 看房子看了大概兩三個月吧 終於在最近找到了一個 不錯的物件 所以我就要開始準備搬家了 最近真的超級忙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的頻道最近更新不是很穩定的關係 之後我應該也會拍一些 佈置還有改造新家的影片 不過今天呢想要先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租房子的時候的心得 還有一些小小的訣竅吧 可能有一些網友啊是最近 剛好想要第一次租房子 然後不知道要怎麼下手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可能 一直找房子都不順利 狂踩雷什麼的 說不定就可以參考看看 那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自己個人在找房子的時候啊 會注意幾個重點 第一個充裕的時間 第二個租金與條件 第三個下手快很準 第四個感覺很重要 雖然我的租屋經驗不是很多 不過依循這四大要點 讓我在租屋的時候 不太會踩到雷 好那現在來一個一個講 第一個就是充裕的時間 就是找房子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不要太趕 尤其是第一次找房子的人 如果在有限的時間 想要趕快找到一個房子的話 就很容易倉促的下決定 那如果時間拉的比較長的話 可以先做功課 其實我覺得大概五九一 看一兩個禮拜就會有底了 大概在哪個地區怎麼樣的預算 然後房子大概是怎麼樣的等級 先有一個底之後再繼續看 就比較可以分辨出哪一些房子 它是貴的 哪一些房子是便宜的 便宜的比較少啊 不太可能會有便宜的 通常都是貴的 不過至少你可以篩選出 相對來說價格比較合理的房子 我覺得大概抓兩三個月是比較安全的 而且因為租房子其實有旺季跟淡季 那你如果剛好租房的時期是在旺季的話 那真的就是那個房源刷新的很快 那租金相對的也會比較高 如果是在淡季在找房子的話 可能房源它會不會那麼常更新 但是你可能就比較有機會 跟房東談到比較低的價格 那怎麼樣叫做淡季跟旺季呢 其實就是按照大家的工作 還有學校的行事例 像是很多人都會在過年的那段期間 要換工作 那那個時候可能就是 找房跟換房的時間點 像是學生可能開學的那個時候 很多人就會需要找新房子 然後在放暑假或是放寒假前 可能就是會很多人想要退租 大家就是可以根據這幾個時間點 來調配自己找房子的時間 第二點是預算跟條件 如果有錢的話誰不想要住豪宅呢 可是我們就是市井小民啊 所以還是會想要在預算之內 盡量的去租到CP值比較高的房子嘛 一般來說房租的預算 會建議設定在你的月收入的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 因為它就是一個固定支出的錢 所以你如果比例太高的話 那你就會很痛苦 而且房子的條件其實就是會 根據租金有變動啊 那你如果先了解行情 然後再設定好預算 就比較可以掌握到自己的這個預算 可以租到怎麼樣的房子 就可以避免那種浩高霧源的情況發生 決定好預算之後就可以開始來定條件 我自己的話是會分成 必要條件跟加分條件 如果沒有滿足必要條件的房子 我會全部都刷掉 然後再根據這個加分條件的滿足程度 來提高我的那個預算的上限 可能就是設個一兩千 如果這個房子全部都滿足你的理想條件 然後它還有好幾個加分條件的話 那可能房租就貴個一千兩千 還可以接受這種感覺 這邊有一點我自己的小訣竅 就是我不太會去租那種已經裝潢好的房子 因為有一些看起來很漂亮的房子啊 其實它是表面上漂亮 它其實房子本身非常的老舊 可是因為有裝潢過 所以它的租金又會比較貴 那我會找一些本身沒有裝潢過 但是有改造潛力的房子 我的必要條件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定要獨立門戶 有自己的門牌跟信箱 然後水電自負的那一種 然後要有廚房跟陽台 對外窗格局方正 還有衛浴設備不噁心 這個很重要 我自己在找房子 其實會比較傾向找那種 有管理的社區大樓 因為這樣子倒垃圾 還有收包裹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然後還有一些安全的考量 那其實這個必要條件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像我沒有車 所以我就會想要住在離捷運近的地方 歡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友蘇 我是瘋狗鞭 週月是週五 每天週五十二點 小鞭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熱門新聞 每天直播在線等你喔 掰掰 如果是自己有車的話 可能就可以用距離來換生活品質 你可以租比較遠一點點的地方 可是它的租金比較便宜 然後可能房子本身又很漂亮之類的 再來是第三點 下手快很準 這點真的超重要的 因為尤其是在旺季的時候 那個租屋網真的是時時刻刻不斷在更新 所以我建議真的就是 有空你就刷 然後刷到你覺得OK的 趕快打電話 趕快約 然後約一個最早的時間 不要在那邊等什麼隔天下午 或者是今天晚上 如果你現在有空你就現在去看 因為我們這次其實就有兩三間 是那種跟房東約的時間是隔天的下午 然後隔天早上房東就打電話來說 喔不好意思剛剛來看房的房客 已經說要租了 好房子真的是稍縱即逝欸 所以大家下手要快很準 租屋網它上面不一定會有完整的地址 可是你可能已經可以知道 它是在哪一個巷子 那你可以先去Google 看一下它的街景 就是看看它附近有什麼東西啊 還有那個巷道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有時候那個房子不一定本身有什麼問題喔 可是它可能附近有一些設施 是會影響到你的生活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學校或者是公廟之類的 那他們可能就會在特定的時間 會吵啊 會有一些活動什麼的 這個就是你在看租屋網上面是看不到 你可能要自己去Google才會知道 周圍的環境啊 可以事先調查的話 你就先事先調查好 實際在看房的時候 我覺得觀念應該就是說 你把能準備的都先事先準備好 就差你要去看它的實際狀況 準備到這一步 然後在心中先列好一個檢查的清單 在看的時候你就一邊在心裡勾那些清單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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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全部都勾完都OK 你就可以跟房東說你要租了 因為有可能是你實際去看的房子 其實你滿意 然後你可能還要想一下說 喔那我要去看一下怎麼走到捷運站 我要調查一下 在你調查的期間房子就又被搶走了 所以能準備好能先看的就通通都先看 這樣子可以幫助你比較快的做決定 最後一點是感覺 感覺真的是一個有一點懸 但是又滿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房子還是會有它的氣場 就是你走進去是舒服的 還是會頭暈的 這個差蠻多的 我沒有什麼靈異的故事要分享 可是我有朋友他就是去看房 房子本身條件很好 可是他一走進去就頭暈 同時間也有其他組的房客在看 然後他們離開那個房子之後 有稍微討論一下 他們也有一樣的感覺 那我覺得那個房子可能就是 有一些隱形的朋友還是什麼的 除了感覺房子本身的氛圍之外 還要感覺人 就是你的鄰居 還有那一代的人 大概都是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怎麼樣的家庭結構 這個其實我覺得可以從 就是樓梯間 有時候可以看到一些其他住戶 他們的東西 什麼鞋櫃啊 或者是有小朋友的話 會有小車車 然後還有陽台有沒有重盆栽 或者是你走到那一區 有沒有聽到有人在練習樂器啊 鋼琴的聲音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大致的推算出 那一區的人大概是 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然後如果有管理員 或者是有遇到鄰居本人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房東 跟那些人是怎麼樣互動的 然後就是我在看房的時候 也會很注意房東的態度 其實房子本身很難是完美的 他一定會有一些缺陷 那有一些房東比較誠實 他會跟你說 這個房子怎麼樣怎麼樣 比較舊啊 或是什麼的 看你能不能接受 那有一些房東呢 他就是會 感覺你問他什麼 他都沒有正面的回答你 然後很想要叫你趕快簽下去 這種我就會覺得 有點怪怪的 我就不會跟這種人租 好 那以上就是我對租屋的一點 小小的心得跟建議 那如果大家在找房子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是遇到什麼奇人意識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地方 跟大家一起討論喔 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覺得還不錯的話 現在加上訂閱 也不要忘了按讚跟分享 然後還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可以收到最新的發片通知 除了Youtube頻道之外 我還有自己的Facebook 粉絲專頁跟Instagram 也歡迎大家來追蹤囉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還有拍個畫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